我想如果你说炒iPhone这些日子 我习惯了也是 尽量在它 我们下个星期二会出 即美国时间下星期二 变成了星期三应该realize 港股 我尽量会在 product 出来之前 怎样都会试试户 因为最怕就是好消息出货 所以你说现在还有几天去炒 不过如果有跟进开 我的专栏也经常提到 这件事已经是上个月开始在部署 因为大家都在放风是什么时候出的 传闻了那个日子是什么时候 是的 所以你说现在走去博的话 我就会建议博一些可能未升上去的那些 即是你说我看图的 暂时好像2382还在range里面 似乎直播率就高一点 你说2018 不是的 2018是苹果概念股 但是问题的图真的比较肉酸 变成了你达得多高 我自己有点懷疑 相对来说 1415我利身都有货 但是因为我之前已经五个多 就已经买下了 所以就不太建议这些时候叫大家高追 即使你就算是买 但是都是下来可能接近十天线的那些才买 还有要设定一些智识 因为相对来说 它是升幅比较大的 是的 也是那句 简估 我就说了那个 哪个喜欢点 哪个没那么喜欢 但是你说操作上面 记住 都是在日子之前 怎样都要先吃点壶 贏输我都会吃的 是的 好 有点 我 有点 有点 要